《監防實錄》 《監防實錄》 這一集是講監防術語 為什麼會講監防術語呢 亦都是多得一位網友 PM我 其實是PM的 在Facebook那裏 大家留言 他知道我說監防實錄 原來他每集都有追 每集都有追 這位朋友真是忠實粉絲 他跟我說 你講的東西 因為他可能是黑手 他講的東西很悶 可不可以講一些juicy的東西 可不可以講一些奇聞 我在這裏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在這裏跟大家講的 全部 我們節目的名字叫監防實錄 真是叫實錄 為什麼叫實錄呢 我是講一些真實的東西給大家聽 是我曾經見過 我確認過是有這件事的 我才會跟大家講的 而如果真的我聽回來 我會跟大家講 例如我上一節講的 有些朋友PM我 問我一些問題 我也是聽回來的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監防實錄 我這個節目的宗旨就是 2019年 大家知道今年什麼氣氛 大量的青年被警察抓了 甚至乎是很大機會 綠綠有利 也有很大機會 有很多年輕人坐牢 因為這個運動是坐牢的 我這個節目 就是希望 將一些 真實情況 告訴大家 真實情況 告訴大家 讓年輕人 不需要太有害怕 不需要太有害怕 說要坐牢 怎麼辦呢 我將坐牢的 真實情況告訴大家 是真實的情況 是真實的實錄 所以 盡量講一些真實的東西 主要說這位朋友 我想講 Juicy一點的東西 在家裡 我就講一些Juicy一點的東西 其實這兩集 我都盡量講一些Juicy一點的東西 這一集講述語 監防是一個龍舍混雜的地方 龍舍混雜的地方 監防在我當警察的時候 三十多年前 其實理論上 還是在行舊制 單位制 即是黑社會制 黑社會裡面有很多述語 黑社會述語 我不說了 我真的見過一些新人 進去 就有分單位 你說你是和機電訊 14號巴士 潮州打坦浦 你又說是就是了 通常黑社會就會叫做交師交印 大家什麼叫做交師交印 我不在這裡說 基本上我不是專家 但曾經我見過的 我聽過 這些不是監防術語 這些是黑社會背語 但是很多的監防術語 是由黑社會背語 是過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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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在一個時代的發展 我叫做發展 其實監防有很多的術語 其實就是帶了出監防 現在民間一些用語 其實是來自監防的 例如什麼呢? 無厘頭 我第一次聽到無厘頭的 是什麼呢? 我做監獄職員的時候 也在三十多年前 世耕 我們有一個叫世耕 在學堂裡面 有一段時間你要出其他橫頭 去做世耕當耕 那個教官 一進來 教官的意思就是 在監獄 那時候是赤柱 中班大班就是 我們叫做 我們世耕的一班學生 學院的 教官 朱祥教官 一進來 一大量粗口 第一次聽到一個 無厘頭 無厘頭 我在這裡不說粗口 大家知道是什麼 這句話這麼有趣 為什麼呢? 原來無厘頭 即是說你狗不答白 即是說我們這些 我們叫做差妃 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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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厘頭 之後呢 周星馳就紅了 那就是衍生無厘頭 這個字 其實 我聽就知道 這句話 在監獄 是帶過出來的 帶過出來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在這裡講一些 監獄術語的時候 大家其實有很多 都已經很熟悉 比如說什麼呢? 日期 以前 大家不知道是什麼 比如說什麼叫做一隻 什麼叫做一六 現在基本上 這些刑期的數字 其實在外面也很多人認識 一隻就是一個月 一六就是一年 這個 很應用到在大家的生活上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湊格 湊格 湊格就是 一個叫做 在警署裡面的拘留室 叫湊格 為什麼叫湊格呢? 因為是湊的 一格一格 那就叫湊格 現在這個 基本上一講 大家不會講拘留室 不會講警察拘留室 警局拘留室 一講湊格 這個已經是入刑入格 這個形容詞 也有動詞 已經是 比你說 警察拘留室是很多 當然他仍然死在拘留室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那裡是抽格 那麼 我又在大家的 監獄的過程裡面 就是坐牢的過程 有什麼特別的 背語 術語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大家被警察拘捕了 被警察拘捕了 被警察拘捕了 被律政司拘捕你了 正式律政司拘捕你了 叫什麼呢? 叫做落鑊 叫做落鑊 就是說 告你 真正告你 叫做落鑊 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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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了你了 你有罪了 你要坐牢了 這個叫做上路 上路 上路 為什麼叫做上路呢? 就是林聰 林聰 被人押戒 被人押戒去 就是犯了法 被人押戒去一個地方 上路了 那些犯人 以前判刑之後 要走去很遠的地方坐牢 就不是在牙本坐牢 是走去很遠的地方 要走去坐牢 有人押戒 大家看雨場片 都看到這些鏡頭 叫做上路 上路就是去坐牢 如果你是 只有一個罪 譬如說 告你 告一件事 叫做一條褲 譬如說你坐牢的時候 外面有第二宗案 是告你的 而你真的下了鑊 即是真的告你 叫做 穿兩條褲 你有兩條褲 有些甚至是三條褲 四條褲 一條幾條褲 代表你有幾多單 有幾條單 在身上 幾條褲 幾條褲 之前我也跟大家說過 譬如說 什麼叫做拍 拍你 基本上就是判你刑期 什麼叫做拋你 拋你就是 說你入了罪 入了罪 但是還沒判你刑 拋在黎智國 黎智國叫做 機樓 這樣就叫做拋 這樣就叫做拋 好了 在黎智國的時候 判了你刑 真真正正的定罪犯 你要去一些橫頭 去一些橫頭 判了你刑 有刑期 就叫做受正 受正和拍正 受正了 譬如說你在黎智國要去赤柱 你叫受正 受正赤柱 你在拋的時候 法庭拍了你 判了你 坐了兩個月 這樣就叫做拍正 這樣就叫做拍正 之前我也跟大家說過 什麼叫堅靶 什麼叫劉靶 在香港的法庭 就是判了你 譬如說判你一年 判你一年刑期 這個叫劉靶 你會享有三分一的減刑 三分一減刑 即是判你一年實在八個月 八個月就叫做堅靶 坐牢叫做受靶 坐牢叫做受靶 有劉靶 有劉靶 有堅靶 好了 講到我剛才所講的 用時間來計算 那 通常 你有時 你都會進去 現在我聽到還有的 譬如說你進去監房的時候 有些子務房 或者是 尤其是黑手 尤其是黑手 會問 你受第幾檢 或者受第幾龍 就是說你第幾次坐牢 受多少檢 多少檢 是多少刺 坐牢 多少龍 也是 多少龍 也是 受多少粒 受多少隻 我剛才講過 粒 怎麼來呢 就是因為一年 會有一粒臘腸吃 這就叫做粒 在以前 吃雞翼 是一個月只有一隻 現在當然不是 現在是一三五 一天吃四天 四天還是五天 雞吃雞翼 以前是一個月只吃一隻 所以叫做一隻 就是一個月 大家只有雞翼 在禮芝國的時候 我想大家如果真的 這麼不幸 要去 禮芝國 叫做拋 叫做拋 有所謂 家人都可以 入食物給你 入什麼呢 通常叫做四大 什麼叫四大呢 豬肉乾 牛肉乾 朱古力和魷魚絲 叫做四大 以前我在禮芝國 我也不知道 什麼叫四大 有人問我 你有沒有四大 什麼四大 四大是天王 還是四大是探長 我也聽到 一塊雲 所以這些是 比較有趣 比較juicy的東西 那麼 好了 你入到 禮芝國 你要被踢鬥 踢鬥即是手薪 踢鬥即是手薪 手探 你也叫做踢鬥 什麼都叫做踢鬥 另外 你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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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紫毛房 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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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包頭 封存了 你的衣服 你的財物 就叫包頭 會放在紫毛房 那你在監獄裡面 通常你會累積 會有一些物品 譬如書 有些 洗澡液 巧克力 零食 通常你 之後你刑期長的話 你會買一個叫包頭袋 包頭袋 就是一些塑膠袋 是監房供應的 監房有得買的 只是賣幾元 就方便你 像公事包 拿來拿去 就比較方便 那個叫包頭袋 那個叫包頭袋 其實基本上 打包我都叫包頭 那 怎麼來的呢 我想又沒有知 好了 講到囚犯的身份 講到囚犯的身份 那 你都知道 那 什麼叫ON Other Nation 或者 什麼叫II I就是非法入境者 我之前都說過了 什麼叫大圈 大圈都大家都知道 大圈就是廣州制 那現在統稱 基本上就是II 統稱就是II 但大圈有一個比較專業名詞 大圈指廣州制 廣州制 那現在通常都撈亂用 他是大圈的 大圈就是II 對 但他未必是廣州制 他未必是廣州制 好了 香港人本地 怎麼叫呢 本地叫桂枝 桂枝 桂枝 桂枝是哪個桂呢 桂林的桂 枝是樹枝的枝 以我所知 為什麼叫桂枝呢 話說 以前在香港 是做香的 那 以前是用一些肉桂 一枝枝的肉桂 好像這樣 就代表你是香港的陀地 陀地也是一個名詞 所以叫桂枝 就是香港人 香港本地人 坐牢的叫桂枝 桂枝 桂枝 桂枝有分什麼 桂枝有分單位 和基電訊 14號巴士 潮州打冷舖 如果你不是 你是什麼都沒有 那你就叫做老襯 這是老襯 老襯 為什麼呢 老襯 你不是黑社會 你是平民 好了 講到山虎鞋蜜 講到 囚犯的衣服 囚犯的衣服 其實也沒有什麼背語 但有些可以和大家 很juicy分享一下 例如 藍色的 背心 不是 底衣服 藍色的底衣 叫做藍燈籠 藍燈籠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會叫做藍燈籠 底褲 叫做底橫 這個也很普通 西瓜 拖鞋 拖鞋叫做西瓜 為什麼叫西瓜 因為它真的 好像西瓜皮 還有就是 拖鞋的質感是很奇怪的 還有一段時間會吸水 真的會吸水 西瓜 好像西瓜一樣有水 另外 蜜 蜜就是叫老鼠 蜜就是叫老鼠 劃飛出飛 這裡我不跟大家說 入飛 我跟大家說 一件比較常用的 叫朵子 朵子 什麼叫朵子呢 就是 在一個監房裡面 譬如說 我有一個朋友 在第二個其數 但不會接觸到 也有不同倉 我想和他 通消息 是怎樣呢 其實理論上是不行的 其實理論上是不行的 那怎樣跟通消息呢 除了是靠一些 譬如說 展模房 或者是圖書仔 帶一些口信給他之外 其實你可以寫一些 寫定一些字 寫定一些字 很簡單 一個Message 就好像現在的WhatsApp 寫定一個Message 然後用張紙 就交給他人 希望那個人 帶到他去給那個朋友 通常都會是 例如說 你幫我去木工期 交給34567 當然要Fan 通常有些圖書仔 都沒有兩句 都會和你做的 那這些叫做飛朵 就飛朵了 即是你有一個訊息 要飛出去 你飛出去 那這張紙 就叫做朵子 已經叫做朵子了 那 都蠻普通的 因為 監房裡面的監房很嚴重 有些朋友 可能以前是同一個奇數 大家掉走了 那 要通消息 都是靠這些 理論上 下兩集 我也會講到 譬如說 一個人出冊的時候 可能想要送一些禮物 想要送一些禮物 給他朋友 通常我寫 我出冊了 站著出冊 然後我準備了一條 朱古力 或者包宴 委託誰誰帶給你 就拿著這張袋子 飛去 我知道我就看到了 那看到就行了 即是說他會知道是追誰 大家明白 好 通常就是那個 朵子去出冊的時候 通常 譬如說我留一件煙給你 你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 是監獄的 比較重要的資產 煙也有很多術語 一包煙就叫做一件煙 一件煙 一支煙就叫做一匪煙 一匪煙 吃煙呢 吃煙就叫做打掌 打掌 可能那個動作狀態好像打掌 擔不住煙 好像打掌一樣 好像以前是 火柴 大家在坐牢的時候 只是用火柴 但是理論上 你會看到有些 特別的囚犯 他有用打火機 為什麼要打火機 是職員 勢職員 通常職員都不會理你 打火機 都不會理你 送給你 打火機叫什麼 打火機叫做 龍 龍 為什麼叫做龍 因為以前有一個很出名的 打火機牌子叫做 龍神 龍神打火機 龍字就是那裡 火柴 火柴叫什麼名字 不是叫火柴 火柴叫金枝 金枝 名字怎麼來 我就不知道了 總之火柴叫金枝 金是金銀的金 枝是樹枝的枝 金枝 通常你 看到犯人 怎麼穿煙 自己吸煙 怎麼穿火柴 通常旁邊有人想吸煙 火柴也是一個物資 盡量少用 喂 可不可以借火 借火 借火 不是叫做借火 叫做搭金 搭金 搭一搭 一支金枝 來用一下 叫搭金 是不是很過癮 哈哈哈 不過這些會議 其實現在都很少用 只不過是 我知道有些這樣的 事情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 在 在黎智國 其實是可以入煙的 可以入很多煙的 可以入十六包 差不多 十六包 十幾包 Anyway 它是 但是你拍正了的時候 定了年期 過界哪裏 就算你有十幾包煙 也好 它是不會被你帶走的 它是不會被你帶走的 它只是可能 好像現在 被你帶走六包 差不多 六包 我們都叫做新人煙 你去到另一個房 這些就是你的儲存 這些叫做新人煙 那 通常你在法庭拍了你之後 拍了你之後 入到黎智國 基本上 好像 我以前是 有的 現在就不知道 就會馬上給你一包煙 為什麼呢 這包煙叫做 雙心煙 哈哈 叫雙心煙 為什麼叫雙心煙 你拍正了 拍正了 給你一包雙心煙 你帶著 我剛才所說的 帶六包煙酒 其實只是帶五包 只是帶五包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改 給你帶五包走 但是你身上 帶著的那包 是不算的 是不算的 所以加上六包 都幾個人 好 這集講得過了 這一節講得過了 那就是 下一集 下一集我還等 再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監防的術語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韌